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华这两天你的气脉也在转 我不知道你在外边但是还是在转可能炒的原因 所以你回来也要注意第一是你也在后部也是胸这一块 这一块很多的信息就是会有些从小的一些东西要打开开启 开启 现在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圆满 对你来说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圆满 其他的对你都不重要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取舍都不重要 重要的你要懂得爱永远在你身边 爱永远跟你在一起 这个世界的人你会发现你找不到爱 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爱 或者是找到了或者是你在移植或者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在每一处找到爱 每一个地方 不是在一个人的室里面找去 爱可以无处不在 知道吗 有人把这个苹果洗了放在这个地方 这就叫爱 有人洗了放在这儿 你不知道谁洗的 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想吃你就拿起一颗扔到嘴里那一颗那就叫爱 爱无处不在 在点点滴滴里 这个世界的人都活得很 你知道吗 这叫苦爱 因为我们有七七六月有 他就吃蔓延 这个世界的人活得都不容易 都很辛苦 就是在这么辛苦的情况下 在这么苦的情况下 有的人能发心立趟 哪怕稍稍微这个世界 有的人能散光一下 能做了一点点散行 那都叫爱啊 那都是无私的 你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 这种散光点 今早 你走在马路上 马路少得干干净净的 你真的要在脚下体验到哪里来啊 然后你吃到这个东西 你真的要体验到 有人在做 而且是无私的 而且你永远不知道是谁在做 每一个点点点点 因为这个世界人都活得那么不容易 那么辛苦 都缺失很多东西 都是很疲惫很不堪很累 就是内心疲惫不堪 但是他们在付出 他也有的时候 他是无私的 他没想到自己的 他累有时候挣扎了起来 他洗了这个果子放在这 等等 我是在这个地方在讲 在这个世界任何 如果你在很多地方寻找到爱的时候 你的心里那种能量 才凶速地在膨胀 就是说你的能量才充满 知道吧 因为你这一块缺失能量 心脉这一块 你开始转换了 但是能量不够 不够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地方看不到 寻找不到爱 但对爱的理解 每个人不同 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介人 一个人 一介事里边 寻找到那种爱 因为那是你爱的 你喜欢的 在我们喜欢的人 或喜欢的事里边 可能看到了爱 或者是在接纳里边看到了爱 而不是在拒绝里边 慢慢的 你一定要在任何地方看到爱 点点滴滴 哪怕像烟火虫那边散光的一点爱 你的能量才能补充起来 否则没有那么博大的能量的补充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是失伪的 否则你就会 你是就是转换不了 没有那么大的能量转换不了 行吗 坏一列一件事 坏一列说 一份亲情 一份爱情 坏一列这些 它总是有盲趣的 有局限性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 有一个人他无有果对我很好 或者有一个朋友对我很好 或者我会感觉到有些亲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或者我寻找到一份爱情等等 其实这都是很很单一的 就是这些能量不够的 接下来放开平等地看宇宙的一切处 尤其看人力 人力是 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人力的贪能吃满意 人力的欺情侣 人力的债有控制征服 人力的无情 人力的拒绝 人力的是薄情寡言 我们看到了太多负面的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太多点点滴滴的爱在那里 忽略了太多 有人给倒那杯茶是爱 有人给洗这个果子是爱 所有的都是爱啊 无尽的 但我们忽略了 如果没有爱 你怎么能看到邪恶呢 肯定是有爱在那里在比较啊 是不是 如果你能去点点滴滴 感受到爱意的时候 你只把那种能量不断的 不断的在你身体才补充 才可以 那样你就会原谅恨 原谅恨 原谅恨 原谅那些自私 原谅 因为每个东西 每个生命都有爱的闪光点 这个世界 当你在遍地看到爱的时候 你就会原谅不如意 原谅不满足 原谅有些人的自私 原谅有些人的背叛 原谅有些人的无情 原谅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 他做不到 很多人都其实都在渴望 没有人不渴望 多渴望爱跟被爱 没有人希望别人恨他 没有人希望 包括魔王也不希望别人恨他 其实我们 怎么样能寻找到爱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 就是在苦海里 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 一点点爱意在那里 而且在很多地方 而不是在一个人的见识里面 哪怕他 我不可能在每一见识里面看 但是最起码这种爱是便切出的 点点滴滴 就是首先我们心很静的时候就可以 接下来 用正向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 用正向的 其实修行整个一路走过去 之间非常重要 你就坚持修 你就遇到任何事情 你理解不了 或者是有些东西 就要正白说 不管我们怎么对天魔道也罢 魔道也罢 地狱道也罢 恶鬼道也罢 其实天魔只是更霸气一点 但是他还有散报 天魔因为他称为天魔 他是天人的人 他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因为他有散报在那 他的散报没救完 有人帮他做事 有人怎么样 就要恶鬼道地狱道 他其实更恶 他只是恶 恶的就是连散报都没有 其实每一道众生 就都蛮辛苦 都过得不如意 每一个魔之所以成为魔 是他们受尽了无尽的折磨 才成为魔 几乎很多的天魔 都受过很多的痛苦 那些痛苦都不是我们能体验过 他才成为了魔 很少有没有受过无尽的痛苦而成为魔 那些痛苦都是 也许是我们给予的 也许是他最爱的人给予的 就像前两天来的一个上门魔 就是他出现了就是上门信仰的那种 他出现了就是这个地方 他就倒灭的那种 他出现了 但是你知道他是千死千生啊 就是他死过很多次又复活 复活就是反复的死 死亡死活过来 活过来又死 他才会修炼到那个魔 修炼到那个上门的那种 然后他那种痛苦 我们是理解不了 还有就是那个喜魔 就是他不停的笑和阴的笑 但是那种笑是因为他伤心自己 就是不再哭了开始笑 伤心自己啊 他怎么能伤心自己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伤心到极致呢 如果没有这个世界对他爱的背叛 或者是什么 他怎么能伤心自己啊 能到极致啊 能到变成一个魔啊 谁干的那些事 我想魔不可能千身就是个魔王 不可能千身就是那种魔 那种大魔头 很难的 做个大魔头很难的 就是你看他一生 你看过来 看到他生生世世世的 经历过的那些东西 他今天叫什么叫魔王 叫什么你都觉得 你没办法去 因为从一开始或者没 他也有不爱 他也有想要别人爱他 也许他曾经长得很丑 别人不爱他 因为他的丑陋 就因为他长得丑 别人就不爱 没有人爱他 所有的人都抛弃他 但是他没有 他爱过很多人 但没有一个人接受他 就因为他脸长得丑 也许他的心当时很美啊 他以为自己可以通过付出 不断地付出 有人会透过他这张丑的脸 看到他的灵性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 永远没有人接受他 我们是如此的 喜欢满足外表的东西 所有的魔都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创伤的 那你说天魔到底为什么着你 我们说我们是很善良的人 天魔别说了 他本来就 我们就把他打到坏人脸 我们都是善良的 知道吗 想一想我们这一生 我们放下虚名 放下利益 放下血缘 我们爱过水 放下情谊 放下欲望的满足 我们真的爱过水 无私的 也许联名过 同情过 真的爱过 无条件的接纳 无条件的接纳 我们是善良的 放下头脑的所有那种判断 你接纳过水 把你的爱 再施舍一点也给他 无条件的 没有底线的 施舍一点 我们是善良的 我们不是天魔 其实佛跟魔的区别 就是天魔在遭受这个世界 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他保持了仇恨和愤怒 而佛保持了自卑 菩萨保持了自卑 所以成佛了 魔拥有了恨和报复 或者愤怒和沉默 其实大家遇到的 都是这个世界的不圆满 不满足 不平等 不公正的时候 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遇到这些背叛 欺骗 各种恶的行为的时候 菩萨保持了慈悲 魔保持了称恨和愤怒 保持了报复 所以他称魔了 其实就是选择了俩乔路 而佛从三界轮回就解脱了 三界轮回 而魔没有 天魔道没有 还在六道里边轮回 就是差一点点 就以为他转不了那个面 所以魔王能够放下头 到立地层峰 就以为他转不了那个面 你知道所有的天魔最怕什么吗 大杯水 所有的天魔 只要拿大杯水撒在他身上 他可以洪飞破散 但是我从来没撒 就像关系瓶子里的大杯水 只要把它伸到他的身上 他沾到那个水 就会洪飞破散 甚至很多会灰飞烟灭 只要一点水过去 他怕止灰 无尽的水 他怕 很恐怖的 他吃大杯就像一个黑洞 就像银河系的空 没有东西能逃脱他的那个 灯口 没有东西 只要进了就被他吸进去 只要进了就被吸进去 无像的 无形的 消灭天魔 消灭任何东西都很容易 救度才能 消灭还不用 真的是 有人说我要称佛天下无魔的那种 我干掉他还不容易吗 杀完 杀光光也不容易 有用吗 他又死不了 他又龙口 救度才能 如果杀能解决问题 太简单了这个世界 解决不了 生生世世的救度才能 一世一世的救度 一世一世的救度 而且我们需要爱 其实对付天魔道 就像大家前阵子说 很多天魔来 在这个场 扰篮场 其实如果大家内心充满 无桥间的那种爱 不管内心多苦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不管是外来的 还是面对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能够像天使一样站在那 不管内心多苦 都能够让他感觉到 他来到了天堂 而不是进来了地狱 走到这个子猪园的人 能够坐在这 感觉他来到了天堂 而不是进来 觉得他在地狱里边活着 甚至身边的每一个 事情都互相 有这种爱的话 什么也不好 天魔进来 也觉得进了天堂 无私的 那种爱无私的在那 因为拥有这个品质的人 才能解脱 最后从轮回中解脱 因为我们最终追求的是 从三间路到解脱 我们不是想追求成为一个什么 我们不是想赢 我们不是想跟他们打仗 我们赢 我们是想 从轮回中解脱 我的目的不一样 赢 赢并不难 是不是 但是解脱 但是解脱 赢了有什么用 杀也不能 救度 让他去放下屠刀那种 因为爱或者是 胡桥帖的爱 会充满力量让人 很有力量 痛苦啊 或者是愤怒 会让人 除非你是空性的愤怒 但是痛苦啊 这些恨啊 会削弱人的力量 向你拐敬为无力 嘻嘻嘻嘻嘻 years ago 你搁我 does 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